待会儿啊 把那个碗筷放到碗筷 消毒柜里消毒一下啊 这些报刊叠好之后 门口的就专门报刊您收纳箱 好 章章 快点写作业啊 嗯 哎 哎 嫂子 好 干嘛呀这是 这是你原来的家啊 对啊 我们 住了三年多吧 你傻呀 这嫁不要 你嫁我哥 你说什么呢 你不怕你哥说 你哥不着望外拐啊 不是 你知道我以前怎么想你吗 怎么想 我以前一直以为 你就是一无业游民 看着我哥 就看着他那点钱了 想帮大款才找到我哥 你哥可真不是什么大款 称死是叫做什么来着 经济适用难 是啊 所以我这不是想不明白吗 不是 你方儿这么好婚你都离 这家我 他出家找小三让他找我去呗 他爱干嘛干嘛 这房子是我的 钱在我手里 我才不在乎呢 那你还跟虎子分居干嘛呀 我跟你说啊 生孩子这个事情啊 你还是别对虎子那个样子 好不好 不是不是 那是我一人责任啊 他根本就不好好配合我 不配合我就算了呗 他还能打击我 什么难的呀 那是 反正 我心目中的理想男人不是那样的 那你心目中理想男人是什么样的呀 说着你前夫吧 你前夫到底是一什么人啊 说着你前夫吧 干嘛呢这是啊 在我家啊 什么意思啊 张总 这好像是杨洁请的终点工 终点工啊 好好好好好 好干嘛呢是吧 干嘛那先走吧 谢谢杨干肚子 挺干净的 下次还找你们啊 回家回家 回家回家 回家 回家真好 哎 重重 爸爸 睡着呢刚才 是呀 我也要 没忙呢帕着呢 重重 Caribbean上去房行李 好 放行李啊 待会下来跟爸爸玩 好 正姐 那个晚上级这吃饭吗 好 走 谢谢 弟弟 你好点了吗 WOMAN 我 安排他们都打扫完了 你们这家里啊 是够乱料 丛重想你了 想今天晚上跟你睡 那你要是不方便的话 我也可以带他走 不 我太方便了 太方便了 丛重在家里还有点人气 那个 这段时间 麻烦你了 谢谢 说客气话干吗 没事 没事 真没事 不过 你也的确不是小伙子了 以后多注意点身体吧 我知道 对了 那个这次生变 我突然知道了 健康真的很重要 我在想给我公司里的员楼 买人买一份保险 你那儿有没有合适的 帮我介绍一下 那个价格上 帮我优惠点 你不是开玩笑吧 没有 我说得真的 麻烦了 不不 不麻烦 不麻烦 我还得谢谢你支持我工作呢 你放心 我们公司是特别正规的公司 随随待 我一定亲自最好 好好好 你谁啊 你怎么还不早啊 是这样 我忘了跟你介绍了 这位是小米 是我现在的小姑子 你好 你好 好 你好 好 那我们先走了啊 爸爸 爸爸 喂 程程 妈妈要走了 今天晚上跟爸爸在一起啊 小小 帮我送送你杨姐 行 杨姐我送你 好 谢谢啊 要听爸爸的话啊 好 妈妈走了啊 再见 谢谢你啊 对对对 爸爸 我来看看 我们最近考试成绩 考试成绩啊 我看 在哪儿呢 好 哎 明天早上你别睡懒觉了 跟我一起早起去成绩公司 把那个保险约给签了 哎呀 你让我多睡会儿吧 睡觉重要还是挣钱重要啊 嘿 来我们家才几天呐 说话怎么跟我妈一会儿呢 一家人嘛 你最近不恶心了 不恶心了 我还特别能吃呢 我跟你说 明天我们签完单子之后 去医院做个B抄 你就能看见他了 其实啊 我现在已经看见这小子了 我儿子啊 正在你肚子里边翻跟头 别说啊 要说我儿子正实在 等等 你说什么 叫什么 正实在啊 怎么叫这名啊 你 你老说我现实 我给孩子起个名字 叫实在吗 你叫正现实就很奇怪了 再给他叫正 那好吧 那实在就实在 不 反正比现实强了 实在啊 这会儿正在你肚子里边 练过头了 不得了 待会儿下去 你给胡子打个电话啊 怎么 明天就要到家里来 吃个饭吧 他们俩老分着不是个事啊 他俩的事我懒得管 还是得管 去打个电话好不好 行 我看在我儿子实在的份上 我实在意吧 还好 我说一下 喂 喂 胡子 明天有时间吗 回家吃饭呗 有寇 有 有 有寇 哥 谁让你给我打电话 哪能多废话 你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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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哥 哥再见 哥 睡不着 你睡不着 叫声哥就能睡着了 我又不是安眠药 行了 行了 别喝了 别喝了 别人还得上班呢 两五块钱的吧 行 四块五 四块五 说吧 好没意思呀 以前没钱烦 现在有钱也烦 不结婚烦 结了婚还烦 人家生了孩子的烦 我这想要孩子 要不着孩子的更烦 你总是学哲学了 有点哲学思想啊 真没意思 长大一点都不好 还是小时候好 我刚才还想呢 你说咱家以前多穷啊 妈一人拉扯咱俩 你现在想起来 每天都可高兴了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 小时候 我说我要吃鸟蛋 多高一棵树啊 你跟猴似的蹭蹭蹭就上了呀 你别提了啊 那哪是鸟窝呀 那是个马蜂火 好家伙 折得我一身薄 你本来眼睛就小 折得眼睛都没了 回到家呀 妈是暴揍我一顿哪 好家伙 打得我二小 打我还不解恨 拿个改门杖 打 对对对对 小时候多好玩啊 哥 你跟我说实话 你不用照顾我感受啊 你是不是特烦我呀 小时候 我就是你的小乙伯 到处给你惹麻烦 现在我都这么大了 我也结婚了 你也结婚了 我还是你的小乙伯 还给你添麻烦 你说这干嘛呀 那谁让你是我妹妹呢 知道 别说了 你知足吧你 你多幸福 有一漂亮媳妇 又有一乖宝宝 哥 你说我是不是遭报应 你是不是因为我太坏了 我老干个坏事 老欺负人 所以现在我想要一下 还是要不了 你说什么啊你 我呸呸呸呸呸 呸呸呸呸呸 呸呸呸呸 瞎说 我跟你讲啊 要孩子这个事情啊 你不要着急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 要提出气 稳住当 拉了哭当咱不好 什么啊你啊 你妈呀还哭了 谁的眼泪在飞 熊猫的眼泪在飞 要命 别着急 缘分到了 孩子自然而然就来了 是啊 只要你跟猴子花儿 过日子啊 别瞎折腾 听见没有 把日子过好了 什么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 你啊 给我可替你高兴 谢谢 我替我儿子 正实在谢谢你啊 谁 正实在啊 谁正实在啊 我儿子啊 那你们都说我现实现实行 我儿子实在 但实实在在行吗 行 那你跟正实在说 姑姑问他好 谢谢实在的 行了 别喝着睡觉了 哥 以后不管我多大岁数 你都别烦我行 可能我一辈子 都得当你小野人了